歡迎大家收看小火子頻道 今天會和大家繼續分享ETF 繼之前那兩集都分享了 究竟什麼叫ETF ETF和巴菲特的關係 巴菲特為什麼這麼強烈推介大家 一般小市民或者小投資者 都應該從ETF開始著手 或者開始學習什麼叫做投資呢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ETF的好處和壞處 以及究竟怎樣投資的基本概念 都跟大家分享過了 不再多說了 那今天想說什麼呢 有些人都會問 啊 只聽你說完ETF 都沒什麼idea 究竟是怎樣下手啊 是不是真的要買最普通的SPY 每月買D下去啊 如果你真的不想做功課 我不是建議大家盲目去買入 而是了解整個ETF的過程 比較建議的就是看一些 平均的PE值 如果PE值越低 買入機會就成功賺錢 機會越大 那些就去到後期才說 總之大概PE 美股或者SPY 或者標準普頁500指數的 平均PE每隻股票 平均PE計算出來 是低過10 你就可能入 平均PE高於23 那你開始放了 分批這樣 那這個就是一個最基本的concept 最基本的投資策略 不過那些都不在說了 有機會再詳細說吧 那些人都會很心急會問 啊 有沒有一些 就是 和我自己切身處地啊 或者有些更加 具體的方法去怎樣實行 玩ETF呢 那我今天會詳細分享給大家聽的啦 今天的題目就是 你的知識可以賣多少錢啊 知識不是那個知識啦 是你懂多少東西 或者是 你平時的資訊呢 聽完之後 有沒有一些可以幫你賺到錢啊 的方法呢 剛才我們跟著去賣SPY呢 你不能夠打贏大盤的 你只會跟這個大方向 大圍的指數 或者大圍的方向 同步的而已 不過你就會說 蛤?同步的而已 那就是說 大市賺多少 我就賺多少 大市升5% 我就5% 對啊就5% 那這樣有什麼特別呢 特別再就是 原來呢 大部分的基金 都是連這個最普通的同步大市 都做不到的 那就是說 就算什麼都不動 買了全場 你都比5% 好像5% 的基金經理 其他那些 可能只有7% 八成的了 啊!你說這麼厲害啊 因為其他基金 要收收收費 不過不詳細說了 看回這裡 那如果你真的想能夠 呃... 快過大市一點點 或者是 憑著你 多一點點的功課 可以幫到你賺多一點呢 就是靠今天的知識 那就是 咦? 如何利用平時的東西 如何利用平時的東西 通常呢 我應該這樣說 用回... 如果你能夠有 specific的行業 或者specific的知識 去令到你 知道這個行業的趨勢 從而知道這個行業 究竟能否賺到錢呢 這個通常會比大市好一點的 效果 那今天就看看這個了 啊!究竟平時的資訊 怎麼幫到我們呢 先說我們有什麼平時的資訊 啊!我們呢 每天都會收到很多訊息 當中有 啊!阿伯都玩抖音 我不會打到抖字 九音就是粗口 哈哈 啊!個個都查iPhone 這個可能是舊的 idea 如果我查 不過起碼知道一知道 有這些消息 那這些呢 啊!美圖抽收 那上年就推出上市 究竟去很多人用啦 現在 淘寶啊 支付寶啊 大眾扁平 這些都是大陸的趨勢 很多都 香港人都用緊的了 更advanced的會友 啊!有些人呢 除了看這些之外呢 啊!留意到身邊有很多這樣的資訊 有些 經濟的 有興趣的人 或者平時是 對國際的新聞 政治都有興趣的人 會留意多一點點 例如說 啊!留意到油價上升啊 留意到印度的GDP 這幾年都上升得 咦!上升得很厲害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新興國家 或者是 金磚四國的發展呢 那當中呢 印度的表現呢 尤其突出的 印度的GDP增長率呢 是 現在開始高過這個 中國的啦 已經大概去到 七啊八 都繼續做到的 可能今年是回落一點啦 七點幾 但都高過中國的 只有五啊 只有六 六 不知道七 都沒有 那就是這麼多 你看到這些趨勢 第三 還有什麼趨勢呢 就看到 加息 或者減息 如果知道息率的趨勢 也可能會幫到你獲利的 加息方面呢 其實跟大家預告定 2019年 一些期貨買賣合約呢 都顯靈 如果想大家 想知道的資料呢 就不知道 看回樓市的 那些影片 你自己查一下吧 預計呢 2019年 將會加一次 在2021年12月 即是由今天開始到2021年12月 加息一次機會 是最大的啦 即是大家沒有預期說 會加很多息啦 那 昨晚也有個新聞 是委內瑞拉危機啦 那那個地方的 總統呢 就 好像不是 即是新選出來的總統呢 就受美國歡迎 舊那個呢 就好像死不走 現在都不知道在罵什麼 那 第五啦 QE啦 印銀子啦 這個都 隨著呢 遲些加不到息呢 甚至減息呢 就會推行QE的啦 那QE又如何 啊 之後獲利呢 一會再說啦 那最後啦 AI 人工智能 區塊鏈 Blockchain 和這個無人車 去到最後的5G 啊 究竟5G呀 知道這些資訊又如何賺錢呢 不知道那個內容呢 大家可以 看回有個叫五哥的 下頻道啦 他都說得很清楚的 大家可以看看 我一會兒做個連結在下面啦 那就是最後啦 那就說了那麼多 我們日常會接觸到的資訊啦 那你就會問 蛤?這些好多人都知道啦 還有 究竟知道是怎樣 怎樣幫到我 賺錢啊 那其實 你可以從這個生活的角度去想啦 如果連你身邊的人 或者身邊的事物 或者你看一些報章雜誌 他得到一些資訊 而你看到這個是趨勢的話 或者是將來會很大機會 在這個方向發展 那你再做些功課啦 那我們不會在這裡逐個做功課啦 我們遲些才有一個 雜數啦 先詳細再說 究竟啊 究竟這個 由開始的idea 再做資料搜集 再做簡投資物 最後呢去觀察結果 整個過程呢 我們去後期才說啦 今天只是講一講究竟 ETF 知道一些資訊的時候 究竟怎樣透過ETF 去幫你賺到錢啦 例如說 今天 舉個超簡單的例子啦 今天呢 在新聞那裡 就看到關於 印度GDP的相關詞文啦 那就看看吧 啊 假設呢 我在這個網上看到 聯合國說呢 印度的 二利加聯財政年度的GDP股 計為 即是7.6% 即是增長率 他沒有說的 寫得不好 寫增長率嘛 啊 增長率7.6% 那意思就是說 這個國家的公司 普遍來說 對上去年來說 就賺多了7.6%啦 其實是 高還是低呢 當然 相對上來說 是十分高的數字 那原因可能是 它是新興國家啦 基數細呢 才會做到這麼大 不過 以全球呢 人數來說呢 好像現在全球第一 大概的 不過不管了 都是一同二的 13億多一點的了 那麼大的國家 經濟增長率 還可以那麼強勁呢 這個是很值得留意的新聞 來的 從這個新聞到見到 即是看完了 嗯嗯嗯嗯 那這些就是 再慢慢分享 都不在這裡詳細說了 告訴你 其實 印度的 即是未來 或者它的發展 應該是 即是不錯的 相對來說 它的公司應該是受惠的 應該要再做多一點點功課啦 俄羅我們之後呢 就去這個叫做 看印度的GDP 應該會出了這個網 你看看應該這個 啊 會見到呢 很多資料 看到它和WOW 直線上升的 應該是超越英國的GDP 超越俄羅斯的GDP 即是賺錢程度 賺錢程度 賺錢程度來說 已經多過了 但是 那麼厲害嗎 其實不太厲害 因為人多嘛 除非每個人都不是很多錢的 最後啦 看了那麼多功課 看多一點點啦 其實當中的功課 不是做那麼少的 不過我們現在選擇法版啦 喔 再看完啦 究竟是否真的 那些數字 看回我們 印度的GDP 就是由2009年 一直升升升升升升升 這幾年特別厲害的 最後呢 就 發覺GDP真的有成長度 是7.8%的 有沒有放緩跡象呢 暫時未知 不過始終都是全世界 就是頭幾名大國裡面最強的增長率的啦 應該不是頭幾名 應該是第一名 這麼大的國家 還會做到7點多 超強的 那麼Forecast 就是我們的未來預測啦 這樣 好好喔 向前喔 那我們就發覺 喔 發覺 這個市場是應該 一路去 大下去的 那就是能夠賺錢的 印度公司越來越多 那我們呢 就可以選擇 是不是選擇買印度的 公司的股票呢 就跟大家說過了 千萬不要買 單一股票 就算那個國家多好也好 就是那個公司多好也好 因為呢 永遠都 不能夠猜到 是不是真的因為這件事 而令到你賺錢的 那啊 剛才看到了 那我們之後就找回商認的ETF 我們再去做分析 不過我們今天時間有限了 不說那麼多了 那總之啦 第一步 是不是會買 啊 印度股票啊 美股啊 或者之而此類啊 第一件事不是去買些什麼 買些什麼 買些什麼 而是去想 究竟我想買一隻投資物 和我看中的預測 是不是一個絕對的關係 我覺得人生最慘的不是輸錢 最慘就是什麼都猜中了 即是我們做分析啦 知道印度很強啦 知道印度將來都是 一路去強下去 他的公司增長應該會最強的 那但是你最怕呢 就是 股仲做都輸錢 那但是這些事情 經常聽到很輕的啦 哎呀我做了很多功課呢 看一下股票 看一下Apple的 盈利啊 或者是 無利率啊 知而此類啊 報表啊 花了十幾二十個小時去看的啦 最後得出這幾句說話呢 作為今年Apple的總結 Apple銷售強勁 但是股價急插 聽起來有沒有搞笑 如果你是股民的心裏面 你會想些什麼 即有時候都很 即我就是 投資這麼多年呢 我就得出一點點結論 就是 不是你猜錯東西 而是你賣錯投資物 那些東西不是真正 反映到 你做的功課 所以 我不停會說 為什麼要選ETF啊 其實不是說ETF是特別好 而是說它真的是正路的嘛 好就升咯 不好就不升咯 那不是在浪費時間 或者浪費心機 或者每天提心吊膽 那究竟 是不是真的我做錯事啊 其實你沒有做錯事 只是那隻投資物反映不到 你做的功課而已 那所以 我都 和大家說 不要浪費時間在股票裡了 一隻股票兩隻股票都沒什麼大意思 就是要輸呢 到時候 真的出錯了 都是輸掉自己的功課錯 還有你 如果永遠都是 因為那關係不強的話 你做功課都沒什麼意思 做功課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賺錢 什麼時候賺錢 都不知道什麼原因 那我不是說APPLE的公司不好 而是說 一間公司呢 受著很多外圍 人為也好 不是人人不人為的好因素 影響到股價嘛 例如添曲 假設身體出現問題了 或者兩個股東走路啊 就是令到你要分析炮湯 做多少功課都沒用 不是說那間公司沒有心去做 而是很多老闆都不知道將來會發生會怎樣 不是啊 行業不行啊 或者自己很多事情都會有機會發生 那所以 買ETF的絕大好處就是 ETF是買了整個行業 假設我看中了 整個印度的 趨勢 還有印度的所有 頭五百個公司買了 當中 如果有一兩隻 真的不行 那其他大部分賺錢的 股價通常都會上升 通常的嘛 現在說的 都不是的 通常你們 印度的公司賺呢 那那個 ETF都會上升 其實不會有其他情況出現 那就是這麼多 還有大方向來講呢 就是你估中了 每一時三刻 會有什麼改變的 就是不像是 例如我估中了Apple 突然間它有什麼壞消息走出來 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科技 或者一個行業的前途 很難找一時三刻 突然間很差啊 怎樣怎樣怎樣 譬如說我看中了科技的 那科技業呢 AI blockchain 這些很厲害 那 後去某個時間 才進去科技股 ETF 這樣 那當中呢 如果有一兩隻 科技股比面差 就無所謂 最重要是一個大位OK 那這隻ETF就會升的了 自己呢 出消息 或者跟別人搞什麼 又合併又拆火又行 又行 又行進醫院又行 又行進去 ETF是講整個行業 要造假的機會是極難 除非你大批資金買了 整個印度的股票 控制了 那所以 ETF的極大好處就是 你真的會因為 你猜中了某個方向 某個趨勢 而因而獲利 而當中 只有一個原因 你獲不到你的 就是你猜錯的方向 That's it 還有 猜一間公司的前途 還有 猜這個趨勢比 其實猜趨勢的機會率 比猜一隻公司 這個 後面才有機會再分享 總之要告訴大家 猜一隻 因為自己喜歡做生意 或者自己都 見過人做生意 裡面的數 或者裡面的人士 那些其實都很假的 可以自己做的 你也有做過會計的人都知道 可以把今年的差點數 收到下一年 或者把今年的好的數 收到下一年 煲大的數 下年的價格就升 之類 但是 賣股票要賺錢就很難 裡面這麼多複雜的東西 股價升的原因其實也很多 但是ETF的價格要升 其實就是看一個原因 就是你這個行業強 或者這個趨勢強 這樣就會升 這樣就會升 那所以呢 這裏也不說了 剛才說了很多 擁有這些科技股的ETF 這些科技股價升 這個ETF就會升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經常都很少人研究這些ETF 就是那個因果關係強 你做功課 永遠學到東西 究竟最後行不行 你可以查到的 就是這麼多 所以 結論 真的發生了A的時候 例如我做了一個功課 印度的經濟向上 GTB上升 印度股上升 就會發生 印度股ETF就會上升 你就會賺錢 就是這麼簡單 That's it 選一個這樣的投資物 你就會聰明 但是不好處方面 即是特點 其實不要說不好處的 透過這樣的方法去買入 DTF 第一就是要有一個時間比較長些 不可以即時降到行業 突然會爆升 因為你正常都猜到 不會突然一個行業 會突然很熱 突然賺很多錢 慢慢來 可能增長率可能 可能高過其他行業 60% 60%其實都 在不同行業都算高 但是對比你投資的角度 賺少少少% 等那麼久 但投資就是這樣 這樣才是一個正確的投資心態 即是 不會一夜發達的 你一夜發達的 其實都不是一個 即是投資 其實那些都叫做賭錢 即是賭一局 不過不可以在這裡詳細說了 看看下面 這裡啦 不可以一招發達的 即是慢慢來 即是印度一時三刻都不會變成雙倍 但是長短來講 變雙倍變雙倍是有可能的 槓桿可以做得快些 不過這裡不詳細說了 如果有興趣的聽眾 我可以再說多一點 究竟怎麼可以用槓桿 究竟有什麼特別的竅門 那我們到時再講 選哪一隻我都會教大家講 即是看看 第三了 就是 即是你到最後 都不知道賺不賺錢 即是我們 這個頻道 或者講這些ETF 都不是想大家要投資ETF 而是說 知道那麼多投資產品之後 你再自己決定 再自己衡量的話 那你就會贏 贏又贏得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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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贏又贏得心服口服 贏就可以從中學到東西 輸得學到東西 也贏得心服口服 不會再 後悔 說我沒有做功課 或者沒有做什麼 買壞了什麼 聽人說了什麼 不需要再做這些事情 還有呢 要保持著 我們看看有沒有關係 究竟我之前所做的功課 跟我們 那個ETF 最後實際出來的操作情況 是不是真的一樣呢 到時候 是不是真的印度的 GDP 不同上升 我們那隻ETF 不動呢 那我們都要不停做測試 究竟是不是真的會發生 如果是發生 其實是一個很開心的現象 來的就是 證明你走對的路 你人生 或者投資路上 這種東西 才是真正值得去 花時間 花心機去看的事情 之前說過股票 股票是做不到的了 做不到因果關係 你投資你都不知道 學到什麼 永遠都不知道 他出什麼 就算是那個公司的老闆 也不知道 除非他是幕後一些人 那我不說了 那看回這裡 ETF好處 都說了很多的了 不說了 今集說了這麼多 我們下集會用一些例子 做一個實際的操作 請訂閱我 支持我 看完頻道之後 訂閱 還有我們可以Like我Facebook 還有可以去有個網站看看 給他Like我 拜託 BYE 今天就這麼多了